之前在臺南有一家心智研究機構 爆發了教小朋友吞火的案件 那麼當時有很多家長控告 這個心智機構詐欺還有傷害 這個官司到現在還在進行當中 不過現在傳出來說 當時臺南市引用了補習跟進修教育法 要求這個心智機構必須停止招生 而且開罰五萬元的結果 有了不一樣的狀況 後來因為這家心智研究機構 跟教育部來提請訴願 現在獲得了勝訴 讓孩子學習勇者無懼的教育方法吞火 當時鎮靜社會 家長組了自救會控訴 心智研究機構涉嫌詐欺和傷害 這個機構也反控家長妨害民運 當時介入處理的臺南市的教育處 含令停止招生還開罰五萬元 不過這家機構提出了訴願 現在訴願結果出來了 是教育處的處分無效 對我而言這是其他的正義 那我非常感謝就是 不過自救會的家長卻是控訴教育單位踢皮球 我覺得他們是一種怠惰的心態 大家不願當主管機關 沒有罰可以罰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力爭到底 我們甚至於要請立法院監察院來監督 這正義就在於教育處是依照補習及進修教育法含令 停止招生 但是教育部認為 這個機構舉辦的活動類似人才培訓 但是不屬於短期補習教育的範疇 不應該就此開罰 這第一仗甚至研究機構占了相逢 不過後續的詐欺還有妨害民意的互控的官司還在進行 民視新聞南部綜合報導